这幅蝴蝴蝴蝴 这幅蝴蝴蝴蝴 画意不是明白得很吗 罗尹不才 除了唐绿之外 别的文字也不明白 何况是一幅画 罗仙灵 何必硬装糊涂 妾缘像 画中稀罕孝女蝴蝴一样 为犯罪的爹爹承担一切罪责 干受一切刑罚 哪怕此身沦为官奴 为爹爹赎罪 我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 我今天来求你 就是求你放我爹爹一条生路 你的大恩大德 我们妇女将永生难忘 妇女骨肉相连 罗仙灵 你难道能狠下心肠来 看我们妇女生死相隔吗 我求求你了 如夫人 这可使不得 你赶紧起来 你要是不答应我 韩月就不起来 有什么话请在明日到县衙公堂之上再讲 在公堂之上怎么能说清楚 只有在这里才能推心致富 有什么事 如夫人 你要是不肯起来的话 那我可就喊人了 罗仙灵 让我起来也可以 要你来扶我 如夫人 你不必这样子 你父亲贪赃杀人罪有应得 你错了 我爹爹 他不会杀人的 这必是那些下人 掌势欺人 罗仙灵 你只管严惩那些下人不就得了吗 如夫人 你父亲杀人一劫 已查清楚 人证物证样样确凿 依唐律是罪不可赦 这重罪轻罪 判伤判死 还不都是你一句话 罗仙灵 节度使大人如此器重你 你难道不该为他分担忧愁吗 你半夜乔装私闯前堂县 节度使可是知道 若是他不知道 我敢来吗 岂有此理 我与他曾约法三章 他竟然出尔反尔 我此刻找他为个明白 罗仙灵 你别去找大人 罗仙 你给我听着 你若不肯受我爹死罪 我便死在这里 县衙内女士横尘 看你如何交代 如夫人 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你把刀放下 要放刀子 先给我写判词 这 写 叫我写什么判词 杀人凶手 政府家丁 依法当斩 正被删管教不严 应该重罚 还待着干什么 你写呀 写呀 你若不肯写 我便死给你看 想死便死吧 来 大人 大人 那是 不肯写 您怎么会 看 罗仙灵 贤侠是欣赏 贵妃出游土 画的是当年玄宗皇帝和宠击杨贵妃外出巡游 极尽奢华之前景 结果造成国力衰微 是吧 不错 继而便引发了安史之乱生灵涂炭 是这原因吧 是啊 钱流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官 怎么能与玄宗先皇相比 那郑氏姬妃不过是个小家碧玉 又怎可比作杨贵妃 罗宪领 我钱流虽有过错 但还不至于沉眠女色 废持法度 那是卑职错怪大人了 罗宪领请坐 罗宪领今日前来 特地是为用此话来讥讽我 那倒不是 卑职有南爵之案请教大人 罗宪领 你当了前唐县说话就客套起来了 直说无妨 大人 你看这郑北山的案子应该如何处置 罗宪领 你是个聪明人 难道不知道该如何处置 卑职当然知道 那好 案犯在你管辖之内 你难道没有权利处置吗 卑职依法是有处置权的 既然能处置又有权处置 为何不去处置 罗宪领 莫非你无才无破 是我前流用错人了吗 大人慧眼时才没有用错人 罗宪有才能有魄力当好宪领 既然如此 那你就没必要特来问我了 该如何办便如何办 只是那郑北山和大人 不错 郑北山是我的一个小妾之父亲 可是大唐律法里有没有写明上官之亲 许由上官发落这一条 是为写明 那就是了 罗宪领 你不是一律办吗 为何还要纠缠 卑职知道应该如何办了 我这就去处置 你们这些读书人说起来便是某朝某代某功 如何秉公执法 可是轮到自己便不敢做主 也不敢承担责任了 患得患失 大人 只要你肯做主我又何惧 请大人坐看前唐县如何判此案 告辞 好 老爷 你就放了我爹爹吧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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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岳妹妹 你不要缠着相公他要去办事的 夫人 你去求求老爷吧 这种事情我们父导人家也没有办法 都得有衙门礼依法办理 不是你亲爹出事 当然不困痛痒了 斩鞭是说风凉话 我算看出来了 你们都包不得我们整家出事 这个家就得我还有一个人 爹 你好辛苦 夫人 他这个样子也太没有上下 太不知好歹了 红玉 不得无礼 爹 夫人 那总得想个办法吧 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呢 我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呀 夫人 您对外帮助老爷决断大事 对内掌管府院 凡事有条有理的 从没有被难倒过呀 今天怎么了 好 玉大事我能应付 碰到小人我无法可想 有办法了 你赶紧去慈云安 请真家姑奶奶来救活 爹爹 你怎么这么命苦 生死关头女儿帮不上 爹爹 爹 你往生了女儿 命苦 爹爹 爹爹 你还愿意替你去死呀 爹爹命苦 哭够了吗 你爹犯了罪 爹爹 李该任凭官府承办 你应该闭门思国认罪 怎么可以大哭大闹纠缠老爷 叫得全府不得安宁 你算什么 你不过就是老爷相好罢了 你凭什么教训我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我不怕你们 韩月 你放肆 你怎么可以这样跟真家姑姑说话 真姑姑是老爷及全家的救命恩人 你也别在这里装好人了 你图什么我不知道 铺天下就没有不嫉妒的女人 你才是那种最有心急的女人 你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这就是宠出来的结果 你怎么说话 愿我 愿我自己瞎了眼睛 有什么好 我一清白姑娘进来 无非当任人家几年替身 天呐 爹爹 我真的不想活了 爹爹 韩月 爹爹 你就别再闹了 我便要闹 我为什么不闹 只信你们冤枉我们正家 就不信我们喊冤了是吧 我早就不想活了 你们也别想活 你把天火把这个家烧了吧 爹爹 冤 你爹贪赃杀人 满讨死罪 你再闹也没用 不非显示出你本性罢了 我不想活了 天火把他烧了 小娘 你不用理他 我们出去 爹爹 爹爹命苦 女儿也命苦 爹爹命苦 众位小师傅 悄悄法器 请送阿弥陀佛吧 爹爹 这几年都过去了 我看未必吧 估计好戏啊 还在后头呢 夫人 夫人 不得了了夫人 怎么了 你有话慢慢说 小夫人要上吊 她已经把绳子烫在脖子上了 天哪 小娘 慢着 做爹的犯了死罪 做女儿的想静静笑 这也是应该的 我们为啥要拦着她 就由她去吧 朱凤梅 小金 在 赶快给小夫人准备一些干净衣服 一会装练食要用的 洪玥 在 快去吩咐厨房烧一些香汤 这二小夫人要沐浴洁身 是 小娘 你去吩咐管事的 赶紧采办上好的棺木 潜伏可不能委屈了这个项女 朱凤梅 大家都听好了 谁也不准进小夫人的房间 要让她安安静静的去西天极乐世界 是 来 来 坐 小夫人出来了 你看 夫人 韩月乃杰渡使姬妾 倘若韩月的亲爹被判死罪 韩月是小呀 这两军杰渡使颜面何在 她如何号令两者如何报上朝廷呀 这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不枉亲身到极乐世界走了一趟 杰渡使姬妾之父的确难判死罪 还是真姑奶奶明白 不不 我终究没有你明白 杰渡使姬妾之父不能问斩 要么你爹不问斩 要么你不当杰渡使姬妾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这个意思 夫人 杰渡使姬妾之父是不能杀的 杀头罪犯的女儿是不能当杰渡使姬妾的 对 夫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夫人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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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 走 坐下 大胆政北山 你卖官欲绝 贪赃枉法 杀人灭口罪不可赦 判 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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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给你指点迷经了吗 这点小事你也来求菩萨 岂不是小题大做了 他爹虽然叛斩了 可是他爹的所作所为 他也逃不了甘心 如果你不修了他的话 两者明星能服吗 当初玄宗皇帝 好了 凤妹 不要说了 我非误过昏君 也从未迷恋极切 其实你错了 你们都错了 我之所以流气难定 因为他太像一个人了 你 你没出息 你没出息 将军 和尚 我做什么 能够平安归来 大哥已经很高兴了 高兴什么 我哪有脸面见他 圣败乃兵家常事 人平安就好 马初 你不明白我的苦 我们打了那么多的仗 你见过顾全武打败仗吗 我顾全武生来就是打胜仗的 本来这次想抓住李陈福 却偏偏打败了 和尚别想太多 赶紧走吧 别让大哥等急了 不 马初 你别烦我了 你先走吧 让我静一静 好 进 走了 走了 子叶妹妹 我今天一定要去 请你不要管我 我不管你 谁管你 子叶妹妹 你要冷静 你不用为她说话 我今天一定要杀了她 你不能杀她 不能渊源相报 且看她如何改过 改过 我不管她是圣贤还是魔鬼 杀福之仇一定要报 捷渡师父 戒备森严 我知道 若这次我大事不成 继续泉下陪伴我爹爹 你单凭义气 不顾大局 比钱流还没理智 如果她母亲老死可以发疯 那我爹被人杀了 我还需要理智吗 来 兄弟 你这是做什么 快起来 大帅 我没有尽到主将的责任 大了败仗 我也要领受军阀处置 胜败是常事 快起来 来 我不起来 兄弟 错证没啥了不起 只是兄弟受苦了 大哥 你惩罚我吧 说什么 快起来 坐坐坐 来 哥哥给你接风 来兄弟 喝了这杯酒 大哥 我不想给你打赏大声赏了 可 兄弟 什么都不用说了 你的心思 哥哥我全知道 你是想为哥哥分忧 我不应该骄傲倾敌 不听忠告 我错了 我今天才知道交兵必败的道理 我真没来见你 我真没来见你 兄弟 其实 今天该负金请罪的 是哥哥我 是因为我前流做错了事 才使得杭州城 民心涣散 军心动摇 这种状况之下出兵 也有不败之力 大哥 兄弟 哥哥这错 让你蒙羞了 哥哥给你赔不试 大哥 这是兄弟的错 兄弟 回来就好 留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我们从头再来 大哥 我给你敬酒 师姐 子爷妹妹 你要冷静 你打得过他们吗 我不管 你放手 千万莫去送死 听见没有 一定要冷静 老爷 老爷 您不能抛弃妾 老爷 姐不再求你宽恕爹爹了 老爷 千月为你的威逼 留在府中刺负老爷 老爷 好了 我反正留不得你了 老爷 且爹爹犯了法 怎么连累到妾身 真是无辜的 真是冤枉的 你爹靠你横行 你背着我帮你爹爹做了多少坏事 他所犯的许多罪行都能追究到你 岂是无辜呢 老爷 韩爷虽有错 可是不至于被休 如今两治十余州的百姓都在眼睁睁地看着我前流如何处置你 我岂能乱了法度 老爷 您不能下点气 不 我前流做错的事已不少 却不能一错再错下去 我首先要向无人毕先生和钱和明显示请罪 然后我要向两政百姓以及全天下的读书人请罪 你去慈樱安吧 这也是最宽容的 老爷 我求求你 老爷 你再说也没有用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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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你做好事救救我 我不愿去你孤安 我要留在府中刺负你 夫人 老爷定下的事情我也做不了主 好了 死都不怕 还怕去慈樱安 来小金 走 老爷 走吧 老爷 相公 你别再生气了 怪我写人师爷 分给你添了大乱 我前流做错的事已不少绝不能一错再错下去 我首先 要向吴仁碧先生和钱赫明先生请罪 然后我要向两者百姓以及全天下的读书人请罪 他刚才的话是真的吗 他刚才的话是真的吗 再说 他就看了 一公子 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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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真的 这不是杀 这个 Preis 快死了 你 杀 你 这是 快死了 你 你 这 谁杀了 谁杀了 你早该杀了 该杀了 杀了 杀了 站住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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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枉啊 冤枉 何人再次喊冤 罗县令 这月便是钱先生的老姐姐钱婆婆 刚接了来 原来是钱婆婆 罗亦因失礼了 钱婆婆 您老人家节哀珍重 今天杀害钱赫明先生的凶手郑北山 便要当街正法了 钱赫明先生九泉有之也可明目了 您老人家也可以安心了 我还有愿 我老太婆还要告 姐姐 莲物 姐姐 帝 不要 爹 爹 不要 爹 夫人 爹 站住 你要上哪去 韩月 你清醒清醒 你不认为我们重地 不是你卖笑的歌龙 不是你发假的钱府 老爷 看见吗 这些人都在欺负我 我要回府里去 我请愿做牛做马 为奴为兵 也要伺候你 你就不要再做梦了 节度是不会再要你了 你好好诵经拜佛吧 我想不通 老爷说爹爹犯罪和我有关系 这是为什么 我告诉你为什么 韩月 如果没有你 你爹怎么敢这样大胆 行贿受贿 卖官欲绝 如果没有你 你爹怎么会有机会 贪污钱粮 坑害成功 如果没有你的话 你爹怎么敢仗势欺人 横行不法 若没有你 你爹的他 怎么敢藐视唐绿 杀人灭口 我 如果没有你的话 老爷怎么会重用你爹 你爹犯下滔天大罪 老爷怎么才发现 你说这到底是谁的错 好 爹爹呀 你把女儿害得好惨哪 小金 在 快把你夫人拉回禅房去 夫人 给你回房吧 夫人我们回去吧 爹爹 爹爹呀 爹爹呀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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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 爹 爹爹 爹爹 爹 爹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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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婆婆 你怎么又到这宫堂之上来了 冤枉 这凶手郑北山已经被当街正法了 我冤 这郑北山的爪牙都已被依法判罪了 我冤 这个 节度使大人和吴氏夫人 已经答应要为你老人家养老送终 我冤 钱婆婆 你到底还有什么冤 青天大老爷 老太婆想问一句话 我弟弟大小也是个吃黄粮的馆 又是节度使身边的人 那杀我弟弟的恶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是什么人替他撑腰啊 这 青天大老爷不肯说出来 是不是因为官官相护啊 不 钱婆婆 罗尔尹为您请命 绝不随波逐流官官相护啊 老爷告诉我 恶人是仗谁之事 是谁把恶人奉了官 恶人的上司又是谁 上司何故不管输恶人呢 这 中尉长官 请你们告诉老太婆 恶人总有上司 恶人的上司是谁啊 告诉我 我要向他讨还我的弟弟去 弟弟你一生清清白白 规规矩矩矩矩 为什么 为什么走在姐的前头啊 弟弟 为什么要让姐 白发人送你黑发人呢 你满腹圣贤之术 为什么造无知恶人之祸啊 弟弟 你死得好惨啊 弟弟如今冤枉才生了一半 你应该死不瞑目啊 吴双姑娘 你怎么又到宫堂之上来了 罗青天 你不是说能治理好前堂 为百姓做主吗 罗某不敢也不曾懈怠的 那为什么百姓呼告 却不接案呢 这个案子本来就没有真凭实据 如何接案呢 恶犬伤人 主人该赔礼 奴才犯案 东家该问罪 怎么会没有凭据呢 罗青天 你得伸冤 冤无头难伸 属下犯法 罪及主官 自古这三尺法至今无此心力 为何就不能从今日开始 从卢老爷发端呢 唐绿并未在明 本签办案为唐绿之条条适从 唐绿之外一概不问 书生既无胆破 喊什么为民请命 喊什么报国济世 也不怕上次的官吏 人家还有吗 还有一个吗 回夫人她还是不肯进餐 这可怎么办呢 婆婆 您为何不进食啊 是不是这些饭菜不合您的口味 还是下人有什么地方服侍得不周全 婆婆 先生已经驾鹤西去 婆婆不要过于难过 以后婆刘和巧娘便是你的儿辈 给婆婆送终 婆婆尽管放心就是了 婆婆 您不必太伤心了 保重身体要紧 我心中有委屈 如何保重 婆婆 还有什么委屈 尽管跟婆刘讲 今天我去乾堂县衙门击孤寒冤 仙官老爷不肯解暗 我坐在堂上哭兄弟 他还不肯解暗 这不是徇死王法吗 婆婆 您还有什么缘 要到乾堂县衙衙去告状啊 是啊 婆婆 你还要告什么状 现在就讲 我给你做主 不对 这里是私宅 怎么能办公案呢 何明没交给你们 凡事要分清公司嘛 是啊 婆婆教训的对 婆婆不愧出自于书香门第啊 让你们夫妻俩见孝了 钱家虽穷 也守着前世祖序 宁可缺米少柴 圣贤书是不能缺的 婆婆 看我明日 当堂处置乾堂县独治一案 婆刘 好啊 传前堂县罗姓令 前堂县罗颖禁见 前堂县罗颖禁见 前堂县令罗颖拜见节度使大人 免礼 罗姓令 有民妇告你徇私渎职 不为民做主不肯接案审理 可有此事 有 为什么 这民妇所告之案实在是难以审理 有什么案子竟难以审理 为民妇母只要不贪赃枉法 只要能秉公办理 怎么又难办之案 大人 被之求大人堂下密谈 不必了 公事即可 私下密谈 有什么话均可在堂上直言 那好吧 大人 此民妇告状罕冤 是为了追究杀害前赫明之凶手 系何人封关 何人授权 何人管输 怎么这状告到前大帅身上了 这算什么法 还有没有规矩 好了 你们 不分青红皂白 吵吵什么 是我用人不当 才是钱先生 惨遭不测 事有错 罗县令 潜谱不告的有理 你为何不接案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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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 是谁 也是